好,老师来看一下,这个张先生又要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咖半茶如果是饮500毫升的福济浦,会不会死? 不会死啦 对,我也是觉得不会死 还有咖半茶呢? 那个量不够 对啊,昨天你已经有讲过 你说,那个量太少 那再来就是辛鲜茶 辛鲜茶是不是可以第一罐乳清 这个罐低蛋白乳清粉应该也是不行吧 这个问题可以 这个磷清粉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张武跟后面有讲过 就是说这个所谓乳清粉 乳清粉是什么东西 乳清粉就是说它做这个气食医药 这个肉蛋白 肉蛋白含这个油 就是说这个东西 肉蛋白,我们的所谓肉蛋白就是 它就是那个气食 我们吃那个乳酪 不过吃蛋餅最爱吃 蛋餅煎煎煎的料呢 这个要搓起来 进去把那些气食摆起来 一片一片 把他扣起来 这个其实这热量也很高 因为这当然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但是也有乳脂肪 所以你凌清粉就是说已经存在这 你做这个 起司奶酪 做奶酪存在 因为奶酪来底就是这个 弱蛋白 还有就是 还有这个油 这油这些东西都拿掉了 都被拿走了 拿走了以后就存在 存在一些 就是说还有一些蛋白质 有一些乳糖 维生素矿物质 那么一些氨基酸 最重要就是说它的脂肪很少 它的脂肪很少 所以你如果要用这个东西来用 当然也是可以 所以这种凌清 乳清 乳清就是 把它滚来 但是它这个做的是水的 水的吹下去 它这种 把它乳清 把它混搭 混搭了就变乳清粉 就这样说的 这个凌清粉 那么这个凌清粉 用在这个治疗 这里面 这个 比如说治疗 这个 加在这个治疗 这个其实 这个还不错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 最后就是说 在这种 新的一个技术 在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 把他 拿掉了 对吧 这个气势 这个乳酶 乳酶 把这个 啊 脂肪 把这个脂肪 大部分的脂肪 拿掉了 这一部分拿掉 那么拿掉 他出了一个这些东西 他还去提炼 出了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这个乳清 他还可以去提炼 做这些乳清蛋白 哇 这个东西 这是 现在呢 啊 这个非常 非常 啊 这算爆品 这种东西 因为他没有脂肪 对吧 他没有脂肪 不是说没有 那么这个 就比较脂肪比较少 所以 这以前 我们女儿 在吃的这个乳酶粉 那么就一个叫做 有一个牌子 这是我们台湾的 它的名字 放得很好的 啊 这个 有一种乳清蛋白粉 这 这件东西 他和这个 反正我们的 不是在说 只是说 以前因为这个东西 他们确实 这荷兰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产品 这乳制品 那么这乳制品 做这个奶酪春的 做奶酪春的那些东西 他还有什么 去做 那么 这在德国 在这个荷兰 他们都有这些 这 现在这个春的这种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叫做乳清蛋白 乳清蛋白 那乳清蛋白有什么好处 但就是说 他的这个 脂肪很少 所以 什么人会去吃这种东西 什么 什么人 这原来是 副产品 定义是 废物再利用 这凌晴 凌晴去 连出来的 这个 那么他们发现说 这里面有这个蛋白质 跟胺基酸 这个含量很高 所以现在变作是一个 最重要 就是说他不含脂肪 所以这种乳清蛋白里面 他的乳糖的含量也没有很高 所以变作 你如果有的人 像我们亚洲人 有的吃乳冷的老肚子 叫乳糖不耐症 你吃这种乳清蛋白 他就没有这种乳糖不耐症 最重要就是说 他胺基酸蛋白质有很多 所以这变作在市面上 这个 那是 要减肥 要降低党固醇 要这个 什么样的 降高血压 增加肌肉的 都会去吃这种乳清蛋白 这种 最近这很夯嘛 这种 但是就是说在吃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如果是有其他 一种 病 病说这种 它还是有蛋白质嘛 所以如果是 肾脏 肾脏病的时候 我们说的肾脏病 跟腰剂不好 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 中医的腰剂 我们印象里面的腰剂不好 那么这很多是受到中医的 不是纯粹是这个 不是纯粹是这个肾脏的 这种 器官的问题 所以这你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说 那么我 我不是 不是要买乳清蛋白 就是说有说到这个 啊 这个冷清粉 你如果说你拿到的时候 这当然很多 大概就是 啊 这个 因为 因为 呃 脂肪 有一个这个含量很少的 乳脂肪的含量很低嘛 那么乳脂肪的含量很低 这个东西很低 这个东西很低 它就不会去做成 我们 啊 应该在 餐贴时尊 就 较不作成这个 刷糖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如果说 要去灌这种东西 这也不反对 就是说 啊 如果说 纯粹有够轻啊 你这些东西呢 这个 不便宜啊 这些东西啊 啊 你想说 这冷清粉啊 这做治疗在用的 那么 那么它的这个这个 这个价格 这一般 啊 这 在 治疗里面 以前啊 以前这个 啊 以前可能 这个乳清蛋白 比较少在吃的时候 那么肯定很少人去 注意到这部分 那么现在大家去看 看到这一块 这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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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这个冷清粉 我们对这些东西 拿去做治疗 但是啊 现在有这个技术 可以去提炼这个乳清蛋白 那么在提炼这个乳清蛋白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 目前来说 目前来说呢 啊 在市场上 那一个这个这个价格 那么 大概就是 差不多在 每一公斤啊 这个乳清蛋白 大概在 1600块左右 啊 以前如果没有去做这个乳清蛋白的时候 零清粉是没贵的啊 它是不贵的 但是现在呢 啊 它就变很贵的 这零清粉就起贵了 为什么零清粉就起贵了 因为 啊 很多拿去提炼做这个乳清蛋白 所以呢 呃 这些人呢 这 啊 还推料不错 有的说 不然你怎么知道 吃清澈 因为我吃很久的啊 这个东西 其实我一直呢 因为都有接受 都有吃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 因为我不太喜欢喝牛奶 我不太喜欢喝牛奶 哦 那但是呢 啊 这个朋友说 啊你又 吃瓜这种不错啊 好吧 既然如果说吃瓜不错就不错啊 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 我们这个零清粉 零清粉大概 目前啊 以前啊 原来大概25公斤啊 啊 25公斤 差不多是这个1,600 左右 你说你如果是大包中 26 25公斤 这个有好壞啦 这个鲜料的这个 这个有差不多在这个1,600 大概在 在1,600 1,600 左右 这种的一个 这个 啊 差不多是这种的 一个这个 这个介绍 但是呢 啊 这个东西 这个之前 不过去买过 大概是1,600 但是 它是波兰来的 啊 它是波兰来的 那 这个呢 又比较麻烦了 怎么说比较麻烦啊 就是说 他现在 啊 因为这个 现在你知道 最近呢 这些又在涨 所以 现在大概呢 就 差不多就是 1,600 额领 你要买到呢 很困难啊 大概要在 2,500左右 这市民商大概你 头买到的 差不多要在 这个 啊 2,500左右 啊 一公斤 但是你要买大包的 你买小包的 是不算算的 啊 你买小包 所以这个乳清粉 你如果是说 拿这个东西 啊 比如说你拿来做发酵 你拿来做 这个啊 直接在灌 这种 这我觉得没有问题 啊 啊 这些乳清粉 乳清粉 比如说像我们 啊 因为当时有些乳清是不用钱的 过期的啦 这现在 现在要拿到这种很困难的 比如说你们旁边 如果那个牧庭 他有些不说太好用的 这个乳清粉 啊 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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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去拿到 拿到这种东西 这个 NG的 以前不用钱 現在可能我們都會說 醫師醫師看多少要買 因為 事後如果起床 這種東西都太多人要愛 那一種牛鈴 這個牛鈴滷下來 這個牛鈴的 那麼它的 它的乳脂肪很高 這種東西就不能直接灌摻地 你就要發抗過 發抗過最主要就是這個油脂的發酵 油分開掉 一個停滴後你要灌 這就比較安全 你如果零千粉沒什麼油脂 一般來說 就沒什麼要緊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要灌可以 例如說我一分塊 灌50公斤 他現在來說50公斤差不多要5千 大概差不多要五拆 25公斤 如果是2500也對 都已經算不錯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價格 因為這會再去 對治療介紹去 這個東西就堆在去 尤其零千粉來說 不會不會變便宜的 你放心 怎麼說就是不會變便宜 那麼這個原因是因為 剛才說過 就是說 因為它的一個應用的 這個環圍是越高 這個 這個環的這個環圍很高 什麼叫做環的環圍很高 反正他可以做治療 但是現在人家拿去做乳清蛋白 這就是 技術 這個是人家的技術 人家有辦法去 把這個 提煉 去做這個 像 這個牛奶 先來放不好洗 放不好洗的時候 你把他做做煉乳 做這個煉乳 他就可以去保鮮 你就有一個 很容易去調節 可以去調節到 你的消息 但是這個煉乳 不是普通人 我就做 現在全世界 全世界在做這個煉乳 你說這個 煉乳而已 有什麼 那麼這個也沒什麼很特別 有人家裡 你真的不要小看這些東西